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我的頻道終於密密地達成了3萬訂閱啦 在這個時候,我很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有沒有發現我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深水清的朋友應該會看到我染上深色的頭 還有,今天是沒有任何的頭髮造型 因為我做了一個頭髮造型,髮型師不允許我用直髮夾卷髮棒 然後又不可以紮邊,唯有很樸素地看見大家 不過我想這條影片大家應該都不介意造型方面的 我們都是聊聊天,送禮物而已 所以一條影片而已,下次就可以做漂亮的啦 既然這條是Giveaway片,你有看的話 心動不如行動,立即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邊也會有不同的Giveaway 在說任何東西,分享任何東西之前 首先要感謝現在看影片的你,有訂閱的你 曾經把我的頻道分享給朋友的大家 沒有你們的話,是不會堅持到現在這一刻 不會堅持到3萬訂閱這個數字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 完全不知道怎樣用其他的詞語去形容我對大家的感謝 所以...突然有點澎湃 雖然3萬訂閱不是一個很高的數字 也不是一個很高的level 但是由一開始拍片,我都沒有任何一個目標 其實我是因為病了 留在家裡養病 然後我男朋友呢,就覺得我太有空整天煩著他 所以他就買了後面這部電腦給我 就說你那麼多話說,那麼喜歡分享東西 然後又那麼喜歡看Youtube 不如你自己試試拍吧 就是因為一部iMac,一部相機 開始了我拍Youtube這條路 我沒有學過任何剪片或是拍片的東西 所有的知識一開始是來自這一本書 是不是很老套? 我在書局買了這一本Final Cut Pro 活用萬事通 裡面就是搞一些非常基本的剪片技巧 怎樣由一條片,即是用相機拍出來 然後慢慢地,沒有任何的特效 剪成了一條輸出的影片 之後我再慢慢磨 直到現在都是沒有什麼技巧的 我也是慢慢地加一點自己喜歡的元素 大家就看到我現在鑽研了這幾年 在沒有什麼進步的情況下 剪出來的一些影片 說真的,三萬訂閱這個數字 對於很多頻道來說可能微不足到 甚至乎很開始的階段 然後我的頻道成長 都是可以用緩慢、歸速去形容 但是我自己已經覺得一個很大的成就 因為一開始拍片 我都不是那種只去成功不去失敗 我要做到怎樣的一個頻道 或者要怎樣的訂閱數目 做一個目標的 純粹是養病 有時間,沒什麼事做 看看有沒有人聽我發誣風 我甚至乎第一條影片 是上載了沒有跟任何的朋友說的 我是很害怕 不知道怎樣面對他們 他們怎樣想我 為什麼會拍片放上youtube 慢慢地多了朋友發現 然後觀看次數、訂閱數 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開始有些觀眾固定在影片下面留言 跟我聊天 跟我交流 我就會覺得有一種動力 我要繼續拍下去 分享多些東西給大家 所以又慢慢累積 變成了現在這一刻 雖然隔著了鏡頭和螢幕 但是每個星期 好像和大家約定了兩次見面 坐在這裡交流一下 然後分享最近的生活 是一件非常開心 也是我自己興趣的事 當然拍片有開心 也有不開心和辛苦 一些不足為外人到的地方 例如拍片的時間很長 然後又要設置機 又要收拾東西 之後剪片又是另一個煎熬 一條十分鐘的影片 打字幕要打兩個多三個小時 真的很辛苦 一直鬥著重複聽自己說話 怎樣用書面語 去表達自己想說的意思 另外 也是比較辛苦的事情 就是想題材 一個星期兩條影片 又不想經常太重複 或者題目 雖然現在也是 來來去去差不多 但我又想有一個系列的感覺 不想是所有東西都跳通 沒有關聯 一條片和另一條片是完全不適合的 所以你們都會開始發現 我的影片可能是有皮膚 講一下膚質 然後講護膚品 然後一直延伸不同的題材 這是我最近一些新嘗試 一個連續劇的感覺 當然我也知道 有些朋友可能不喜歡看這個不專業廚房 我自己都很喜歡拍 因為作為一個廚藝初歌 又很想煮一些好吃的東西 但又不想很困難 用很多時間 亦都不想買很多材料 我覺得這個不專業廚房系列 就是我自己想看的東西 就嘗試一下怎樣煮到一些 我平時覺得很驚奇 為什麼我也煮得到 就分享給大家 但是觀看次數 也是誠實地反映到 不是全部人都喜歡看 所以我自己喜歡拍 不會不拍 但是那個次數可能會低一點 當然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 可以給我的話 歡迎提出怎樣去解決 怎樣去改進 我都會想一想的 其他時間 我大部分都是很開心地度過的 這個拍片的生涯 那 就關於很多人都會問我 很想拍Youtube 我也很想入這一行 究竟困不困難 什麼時候才開始有一個收入 一開始我都是因為打發時間 去經營這個頻道 所以是非常之佛系 亦都沒有一個大的壓力 令到自己要怎樣的成就 所以你們問我這個 怎樣賺錢的問題 就真的問錯人了 我到現在這個收入 都是非常之微薄的 所以大家應該要問一些 成功一點 真的賺到錢的頻道 好像會好一點 總之一句說完 因為有你們 才會有我這個頻道的存在 才會有今時今日的成績 所以現在就會是Give away的時間 今天這個影片的Give away 全部都是我自費的 非常之多謝有品牌 是贊助了我一些產品 是用來做三萬訂閱Give away送給大家 但是我就打算分開它們 最費的就全部放在今天這條影片 然後品牌的我就會放在IG 一波一波推出來做這個Give away的活動 這樣就可以一來多謝品牌 二來大家都多些機會去參加不同的Give away 而且也可以多些翻臉 最近沒什麼上帖 經常都下雨 所以呢 Anyway 一些小小的心意 第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的了 本來我覺得因為很難買 特意去搶了一些回來 打算這個三萬訂閱送給大家 但是現在它的貨量實在太多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買不到 你們還想不想要 就是我的這個去角質化妝水 對 我連Cosme store的膠紙都還沒剃 其實我就買了三支 但是呢 我就覺得其實這個價錢有點寒酸 送給大家 所以呢 我會把它變成一個組合 有總共三色去送給大家 然後下一份呢 就會是文森先生的深呼吸洗射型露 一個今年用完很喜歡 覺得很神奇的卸妝產品 因為它在香港沒得買 要在台灣訂回來 買一支又要給運費 可能大家都會卻步帶有想試 所以呢 我就拿了一支出來 用來做Give away 一樣都是全新的 連膠都還沒拆出來 再之後呢 就是一些加丹尼爾的產品 我非常喜歡的防曬 亦都覺得大家夏天很適合用 所以我就買了一支來送給大家 然後最近我看到他們出了這些面膜組合 有兩款的 這個是逆時光 另外這一盒就叫做修修面 剛才兩盒都是一些官方主題 然後呢 我就打算組一個 Heidi最愛的加丹尼爾面膜組 這三個都是我自己覺得非常好用的 我就組合一個組合來做一份結合泳 然後再來三份就是我很喜歡的牌子 也都燒了很多人買的LITTLE STARDUS 面膜方面呢 N2和N3都會有的 到時候我隨機放的 因為兩款都很好用的了 然後呢 N1的PURE PLUM 就是這樣完全沒有開過 連著嘴巴 一塊面膜一個精華為之一份 總共有三份送給大家去試 再來就是三份Fresh的套裝 因為早前看到他們的官網買東西都很划算 就入手了一點點來送給大家 這一盒裡面是有一個 嘴的磨砂和迷你的潤唇膏 下一個組別就會有一個迷你潤唇膏 一支洗臉和一個玫瑰面膜 然後第三個組別會有大豆洗臉 玫瑰面膜和這個面霜 因為買的時候是有化妝袋的 所以到時候就不會這麼噁心 三個盒這樣寄給大家 我就會放回去她原本的化妝袋 去送出給幸運兒 早前如果大家有看我的IG 應該發現有一盒很漂亮的粉紅色面膜 在Watson市超級難買到 裡面的顏色是很漂亮的 有個深粉紅和淺粉紅 是比較dusty的顏色 當時我就想 其實這麼難買不如買一盒 做GIFE AWAY送給大家 但是呢 我就想了很久 如果這樣送一盒 即是一個紙盒 一個面膜 會不會又是很寒酸很少加 所以既然剛才已經有十多份禮物 這個我就不做一盒的GIFE AWAY 在剛才的禮物 我每份都會放一個可能兩個 因為剛才說的可能比較混亂 你不知道哪一份打哪一份 所以我就會按照號碼 排好所有的GIFE AWAY 在樓下的 怎樣去參加 然後怎樣 截止日期 所有的細節都會在info box info box 以上這十多份 就會是今次的GIFE AWAY 我知道不是一些很名貴的東西 亦都沒有這個能力 去買一些名牌或者精品品牌給大家住 但是我會承諾大家 我會繼續努力 然後爭取更多不同品牌 去做一些GIFE AWAY給大家 不是只有我可能接到一些工作 去介紹一些產品 但是大家只有看見自己要去買 我都很希望大家有機會 是可以我有得試之餘 都可以給大家一些名額 我亦都會繼續努力 去花時間去回覆每一個的DM 其實就真的是time consuming 老實說 一天可能少側幾十個 多側的話可能過百個都有 但是我覺得 將心比己 我發了一個訊息出去 不是想人以讀不回 或者不讀不回 如果我可以回答你們的疑問 你們是開心的話 我覺得這個花時間也是值得的 但是我真的可能有時候很忙 未必可以很長篇 或者不停繼續聊天 聊下去的話 都希望大家可以諒解 其實很多觀眾 你們固定在我的影片留言 我是認得你們的 亦都有一些IG DM 經常找我的朋友 我都會記得 即使不記得 我都會上去看一下我們的對話 大日之前說了些什麼 希望我跟你們的關係 不只是鏡頭前鏡頭後 這樣的很難幕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多一點溫度 亦都希望跟大家多一點交流 疫情之後 我都想嘗試做一個小型的見面會 不是那些幾百人那些 我想二三十個都應該有吧 其實我想幫Chopper做個生日會 但是十二月好像是問水 我們再看看怎樣 或者是遲些更加高訂閱的時候 做的一些活動 對不對 都要一點時間 Anyway 非常非常感激大家陪我走到這裡 對 希望 繼續努力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凡星期六下午三星期 和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